好我们来看到呢 现在这个小草 是不是不见了呢 我们看到是柯文哲在礼拜天的时候 他们在高雄这边办了 南台湾的感恩音乐会 可是好像呢 这个小草之前选前造势场合 非常多人的盛况不在 原本呢他们预估有8000人 结果只来了1000人左右 好我们来看到呢 这个现在柯文哲 他面临的一个这个状况 那我们同一时间看到呢 这个王上志媒体人 他说根据消息 赖清德也要来国会改革 甚至还会更前卫 那绿营动员要针对年轻人 要抢下一半 这个50%的小草 民众党可以做的 民进党更可以做得到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医师沈正南他说 柯文哲一直以为说 靠个人的政治魅力 可以卷起千堆血 可以这个推倒蓝绿的高墙 其实他第一任在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就是绿营的礼让嘛 那第二任的时候呢 撒卡都当时呢 他是险胜了 就是险胜了3000票 还差一点翻船了 大家应该都还记得 那这一次有很多的高中生支持他 有人就会认为 在四年后八年后 选票会大幅成长 可是呢 在过去2020的民调就显示 柯文哲的支持度就是两成五 到了2024这一次开票 也是这个数字 大概两成六左右 369万票嘛 原因在于说年轻人长大了 有一部分可能就会回归到蓝绿了 好 同时我们看到的就是呢 在昨天 这个包括国民党的韩江沛 还有这个民进党的尤昌沛 去拜会了民众党团 那我们来看到媒体人张雨萱 她说了 韩江沛拜会民众党团 那黄珊珊呢 只讲一句话 就是她说 韩国瑜啊 你可不可以要求你们党团委员 约束一下 不要一直攻击我 好 那这个张雨萱就说啦 到了这种场合 大场面 黄珊珊呢 总是呢 在关心私家的事情 而且呢 昨天的这个 民众党 到民众党团的拜会的 这个部分呢 看到场边的花絮也被直击说 除了黄国昌 黄国昌 抱歉 站在C位 另一位陈昭姿 也是很抢劲的 那张雨萱就说啦 好 黄珊珊一路退居到第二排 一直到要拍照了 才被韩国瑜请到前排 这个完全不对劲 黏韩国瑜黏紧紧的 我都不想讲 陈昭姿耶 各位 是吼 陈昭姿 我仔细观察 迎接的时候 他也占C位 对对对 然后出来的时候 他也占C位 在里面他也占C位 然后笑得何不容嘴 那这 柯文哲曾经跟我们讲 我跟你讲啦 那个黄叉叉跟那个陈昭姿 绝对不会投给韩国瑜 就今天这两个人全部都黏在他旁边 为什么 因为这见证历史时刻 高光时刻嘛 他们人生能有几回 这个高光时刻 搞不好等到21号开一之后 就真的被边缘化 所以对他们来讲 这是很重要的时刻 因为至少在野阵线的盟主 在野阵线的老大之一 国民党 他愿意来给我们赏光嘛 他等于说我们要求他来做到了嘛 这当然是很荣耀 很值得庆幸 大家都现场气氛都很好嘛 很开心嘛 那反而是黄珊珊平常是最喜欢什么 站C位 然后掌握主导权 要跑哪去 他本来现在后排 后来是被韩国瑜说要拍照 说深山的深山的 把他划到前面 这不对劲嘛 整场会议里面 讨论到这种五大改革主题的是谁 江启臣 江启臣有刚刚报告说 我们国民党五大愿景 人事审查 包括听政权 包括这个预算透明 然后那个监督 然后这个不能藐视国会 五点都念完了 然后张旗凯也有回应 那黄国昌回应不用讲了嘛 就你知道黄珊珊都没讲 黄珊只讲一句话 说什么话 他说 那个韩国瑜 你可不可以要求你们党团委员 约束一下 不要一直攻击我 就讲这句 不要攻击我 就四亿元等级 他数值就是四亿元数值 就冲到尾子讲出这种话 好那我们继续看到的是 黄珊珊呢 现在外界有传出说 他想要选这个台北市长 这个继续要参选一次 2026的部分 那他是不是有可能想要来复制 过去柯文哲的这个路线吗 好亮哥就说啦 黄珊珊想要选台北市长 那他就认为 民进党有可能 你让他跟蒋万人PK吗 江湖上面是有这样的传言 但是你以为台北 这个民进党是都没人了吗 可是如果你跟民进党要合作的话 你这个时候 你怎么在立法院表现呢 难道你会护航吗 那如果你一旦护航了 你会有民调吗 你要自己这个好好想一下 要有一些取舍 那我们继续看一下 前立委陈富雄说 到底柯文哲在玩什么把戏 回答这个问题 他觉得答得最好的就是蔡壁如 他说蔡壁如很聪明 那蔡壁如之前呢 就讲说柯文哲 他现在处在一个否定期 可是现在好像变成了这个愤怒期了 还有呢就是柯文哲目前还是一直在讨价还价的阶段 很快的在2月1号就要来见真章了 到底呢 他们呢 说会团进团出嘛 到底会支持这个蓝还是支持绿 好 那我们继续看到现在这个昨天 包括国民党的韩江 民进党的这个尤昌佩都到民众党团去面试了 所以这关键的八席到底在2月1号会挺谁 好 前立委郭正亮他就分析说 民众党呢 是有两种模式思考来听他的分析 民众党确实有两种思考 就是早眼于2026年 那目前做什么策略比较好 那黄国昌因为他个人的问证监督的爆发力最强嘛 他就认为应该是定位为在野 这样才能够充分的监督执政党 可以发挥所长嘛 可是另外七个是这样吗 另外七个搞不好 不一定是在这方面特别有能力啊 那有一些人就会觉得说 是不是跟民进党发展一点关系 那2026如果要角逐县市长 那还有协商联合提名的空间 就会有这种思维啦 比如说林长佐 洪池庸 后来果然得到了民进党的礼让提名 我觉得就会有这样的思考啦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这种思考太一厢情愿了 我跟你保证民进党百分之百不会让你 比如说苏小会让你黄国昌你不要做梦啦 那台北市民进党不提名 让你黄珊珊来代表 我觉得不太可能啦 真的不太可能啦 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对政治现实的评估啦 然后你要汇聚怎样的人量 才对你的发展更有利 那这个民众党要想清楚 因为这个绿白河走了下去就没退路了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